掌握源头报价 不做三家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五 一个在华强北做二手机的背包客 关注我所有二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直路主题 今日行情如下 十三系列整体没什么变动 十三mini依旧保持缺货 十三polo多了一个大内存一tb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是在5430 13pm 整体小跌20左右 目前市场128g的拿货行情在4680小跌20左右 256g的行情不变512g小跌50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是在5600 老款系列s13微微散调 目前市场64g的拿货行情是在1280 估计市场又开始缺货了 不然也不会上涨 12mini这次内存比较齐全 不过价格就没什么太大性价比 反观12总算拿了几台128g的 不过价格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拿货行情要2700 有这个预算还不如多加几百直接拿苹果13 14系列估计是最近市场非常驱货的原因 128g的既然上涨了50左右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的在3250 14plus相比前两天行情也是跌了30左右 目前128g的拿货行情在3670 256g的最近市场的也是开始有货了 拿货行情在4200左右 14破楼保持横盘 复制前两天的行情不变 14pm 128g保持横盘256g的小跌30左右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5650 如果担心有所卡贴机 地方基站信号不好的 可以直接写一个ECM 不仅能实现4G 5G 同时还能避免信号差的问题 这个也是目前市场比较稳定的一个方案 美版14系列打孔开卡槽技术已经出来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从最早需要分层到飞线 到现在基本是生产线工艺的排线 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了 但是如今议论依旧是非常的多 大家最关心的首先就是这种拆机开孔的机器会不会影响二次出手的一个价格 首先美版的机器14系列都是无卡槽版本 需要拆机开孔 并非维修机器或者更换配件 本身就不存在会影响二次销售以及价格上的差异化 其次机器本身是否会有售后问题 目前14系列需要拆机开孔 并且在主板背面电焊排线 并非早期那种分层方案 会伤害主板并且有不稳定的因素 当然如果你是用50多块钱的工艺 那这种就不需要多说了 有些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特别是师傅手工这块 其次就是防水问题 拆机后我们都会加热屏幕 尽量让圆胶更贴合手机 日常生活防水基本都没问题 但是对于干净说任何话都没有任何意义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有钱的大哥直接上国行 毕竟卡贴奇追求的是性价比 同样品质的前提下 一台机器能省大几千 难道他不香吗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收藏或者加个关注 避免下次找不到我